好,那前面讲完了呼吸构造之后呢 我们来说明这些呼吸构造如何透过呼吸运动来造成吸气跟呼气 那在国中的时候有提到 人类的呼吸是透过横格的升降来控制胸腔大小 对吧,可是到了高中会多另外一个机制 叫做胸臂的起伏 胸腔的臂它的起跟伏 也会影响哦 好,胸臂的起伏及横格的升降 就会控制肺的脏缩 肺本身不会主动收缩或疏缩 都是透过胸腔变大变小 而被动拉大或缩小的 那横格当中会有骨骼肌 这个肌肉叫横格肌 横格包含了皮膜吉利组织还有肌肉 这个肌肉就是横格肌 横格肌是随意控制的骨骼肌 好,那肺本身没有肌肉 它本身无法主动的呼吸 都要透过胸腔大小的变化 那胸腔大小的变化 就是透过胸臂起伏及横格的升降 横格的升降各位过去在国中学过 我们等一下高中就会加上 胸臂的起伏是怎么一回事 好,我们现在来看吸气了 我们在吸气和呼气两种运动当中 吸气是比较费力的 各位可以试试看 来,吸气,你要用力 好,土气呢,你放松即可 放松 要没有,吸气要用眼力 土气只要放松 所以吸气要费力 土气不太费力 好,这第一个 好,那吸气是如何产生这个运动的 我们要介绍到 眼脑这个器官,这个脑区 眼脑有呼吸中枢 它会发出呼吸节律 引发呼吸运动 那这个呼吸中枢呢 它会使得吸气神经开始放电 吸气神经,吸气神经会让吸气肌开始收缩 好,这些神经跟肌肉的命名都很直接 就是这个神经活动了 会引发吸气 你就叫吸气神经 这个神经的活动会引发呼气 那你就是呼气神经 这个肌肉收缩造成吸气 你就是吸气肌 这个肌肉收缩造成呼气 就是呼气肌了 肌肉是看它收缩 产生什么效应 神经是看你放电 产生什么效应 好,我们看吸气肌 各位最熟悉的吸气肌就是横隔肌 国中是不是这么教 平常你的横隔肌会往上翘 一旦它收缩的时候 就会往下降 一收缩变得往下降 胸腔就变大了 好,所以横隔肌收缩 胸腔下降 胸腔变大造成吸气 它的收缩造成吸气 横隔肌就是吸气肌 另外一群吸气肌 是我们高中才教的 叫外热肩肌 它收缩会造成肋骨向上体 就是体壁向上举了 也会让胸腔变大造成吸气 这时候胸腔一变大 就造成胸腔 背增大 背增大就造成吸气 好,这是吸气的文字介绍 我们看呼气 呼气比较不费力 放松就可以呼气了 好,它是由延伦的呼一中枢 透过呼气神经 引发呼气肌的收缩 好,我们国中说 横隔肌舒张 横隔上举造成呼气 对吧 注意到横隔肌 不是因为这样子 就称它为呼气肌哦 打叉叉 为什么呢 因为肌肉的功能在于收缩 所以横隔肌舒张 造成什么效应 不重要 你要看横隔肌的功能 请看它收缩时的状态 横隔肌收缩造成吸气 横隔肌是吸气肌 你的舒张造成什么 I don't care 不重要 所以直接杀掉 不重要 可是它的舒张 却会造成呼气 要知道它的舒张造成呼气 我们看收缩吧 内肋肩肌是高中学的机 它的收缩造成肋骨向下压 胸腔就变小 造成被缩小而造成呼气 因此内肋肩肌就是呼气肌 好,那除了它之外还有谁 还有腹肌 你的腹肌用力收缩 内脏往上推 让胸腔被压小 造成呼气 所以腹肌也是呼气肌 好,简单地说 这个肌肉收缩造成呼气 那你就是呼气肌 这个肌肉收缩造成吸气 你就是吸气肌 好,刚刚我们讲了好几个高中才学到的肌肉 内肋肌肌 外肋肌肌 还有所谓的腹肌 那是什么东西哦 来画图说明了 好,这个图是今天这一堂课最重要的内容 先画一下脊椎骨 脊椎骨是我们的重要的支柱 好,这是我们的脊椎骨 脊椎骨不是单独的 它前面会有肋骨往前伸 我画三条当代表 好,所以各位懂吗 这是一个人 它的侧面观 脊骨前面会有胸骨 胸骨就是我们胸部前面这一条 好,胸骨旁边就是一条一条的肋骨 肋骨往后连接到你的脊椎骨 所以还是画一下它的名字吧 这是肋骨 好,肋骨前面连的这是胸骨 保护你的心脏的胸骨 好,所以这是一个人的侧面观 好,主要的话它的胸腔 好,这个胸腔呢 你有可能肋骨被往下压啦 被往下压啦 被往下压啦 形成这样的结构 有可能吧,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肋骨 它怎么会运动的呢 有肌肉的 有一群肌肉在肋骨跟肋骨之间 在肋骨跟肋骨之间的肌肉 我现在画其中一组 这个肌肉呢 当然叫做肋肩肌 它位于肋骨与肋骨之间 所以叫肋肩肌不是很合理吗 而这一群肌肉呢 一剥开皮就看到了 它在肋骨之间的肌肉当中 是属于外层的 所以我们称之它叫外肋肩肌 它在外面 那相对于外肋肌肌 那就会有另外一群哦 在里面 在里面 刚好被外肋肌折住 它的走向是这样走的 好,这个蓝色的呢 就叫做内肋肌肌 好,内外肋肌肌走向刚好相反 因为它们是结抗肌 我的肌都写错了吗 它们是结抗肌哦 所以它们的走向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一一看一下它们的功能咯 现在我们先让内肋肌收缩吧 内肋肌肌在这边 好,有一边连着脊椎骨就是支点 脊椎骨不会动 不是,脊椎骨不会动 这边不会动 所以当你的内肋肌缩短了 会让你的胸骨跟肋骨往下压 当肋骨跟肋骨往下压的时候呢 胸腔就变小 造成呼气 空气被推出去 好,这边我也要解释一下 因为有北班会说 为什么胸腔往下压 会造成胸腔体积缩小 而造成呼气呢 我们来做一个示意图 假设这是你的脊椎骨 这是你的胸腔 好,你的脊椎骨呢 你呢,往下压 变这样子 好,各位 本来它的高是H1 后来它的高变成H2 而H2是小于H1的 因为它往下压了 好,这时候请问 这两个四边形的面积谁比较大 是不是上面这个面积比较大 好,这个面积再乘以宽度 不就体积了吗 所以当你把胸腔往上举的时候 体积是大的 当你胸腔往下压的时候 体积就变小 所以这边体积变小 一变小就形成镇压 就把空气吹出去 就是呼气啦 好,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外热间机 当外热间机收缩时 连接脊椎骨的是支点不会动 那就另一边动了 另一边被往上拉 一往上拉 整个胸腔就变大 而造成吸气 所以外热间机是机器机 内热间机是呼气机 就这样证明了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收缩时 胸骨往上 胸腔变大 胸腔变大造成吸气 另外一个是收缩时 让你往下压 胸腔变小造成呼气 好,这个是画出它的结构 所以内热间机跟外热间机 互为解抗 一个收缩造成吸气 一个收缩造成呼气功能相反 好,这些图都是侧面观的 好,只是在考试的时候呢 有很多同学会忘记这个图 或是你当场画这个图 你来不及了 教各位另外一种 叫联想法的记忆方式 外热间机 你看,外热间机就想象 它把肋骨往外推 外热间嘛,往外推 当你胸骨,肋骨往外推 胸腔变大 不就吸气了吗 那内热间机呢 胸骨往内 往内,一内就压迫 把空气推出去 内热间机就是呼气机 这样记忆也蛮快的 帮助各位在选择题 很快的得到答案 外热间机是吸气机 内热间机是呼气机 就知道了 好,以上我们就把 内外热间机 它们分别为吸气呼气机的内容 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最后再补充 内外热间机在肋骨和肋骨之间 其中 外热间机比较大 比较厚 为什么 因为你平常吸气机要耗能 要耗能的 所以你平常外热间机 平常都在运动 但是内热间机就不是了 内热间机平常都不太收缩 因为你只要放松 放松就排出去了 所以它很薄 平常不太运动 那我们生理学有所谓的用劲备退嘛 一直用了就发达 不用了就退化掉 所以内热间机是比较薄的 外热间机比较厚 这是关键 好,那热间机就是你们吃的猪肋排 下次吃猪肋排之后看一下 猪肋排有两层 一层比较厚 一层比较薄 厚的就是外热间机 薄的就是内热间机 就是猪肋排 好,那我们的教科书 有趣了 我们的课本只有介绍热间机 我们的课本只有介绍热间机 但你看它的描述 它其实讲的就是外热间机 好,所以以后如果你看课文 或是你看考题 它只有写 以下有关热间机的功能 相关迅速和的正确 请你把它当作外热间机 因为外热间机比较厚 平常也在运动 我们的课本是为了简化 老师同学们的教学负担 有简化 没有介绍内热间机 既然没有分内外 就全部都叫热间机了 课本上的热间机 就是外热间机 课本没有介绍内热间机 但是因为我们有补充 大考会考你们 你们还是要分内外 但如果你考到大考的考题 它如果只有描述热间机 请把它自然当作外热间机 因为它比较厚 平常有在运动的 内热间机平常不在运动 不太运动 除非你剧烈呼气 例如唱歌 骂人 朗诵 等等 才会让你的内热间机 有收缩的机会 好 那我们来看这些四一图 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内容 就是右背这个图 胸腔上举时 胸腔是变大的 会造成吸气 那现在呢 你胸腔往下压 会往下压 反而要把空气推出去 OK 这是胸腔的胸臂起 胸臂的起伏 那另外我们国中所教的呢 是横格 横格收缩 会造成往下降 胸腔就变大 变大 那横格梳张往上推 就往上了 好 问各位一个小问题 为什么横格机梳张 横格是往上推 让你的胸腔变小 而不会往下呢 竟然可以往上 也可以往下呀 为什么不往下呢 各位这个答案知道吗 这个可是上次专考的方位呢 因为你的胸腔的下面是腹腔 腹腔的右边 这边有个人体最大的内脏 肝 然后旁边是你的胃 都是大器官 所以你的横格根本下不去 下面是个很扎实的肝 而上面是沾满空气的肺 请问推谁比较容易 当然推肺容易咯 所以横格会往上 而不会往下 因为下面有肝跟胃 很大的器官 好 以上我们就把呼吸运动 包含国中所讲的横格升降 以及我们高中讲的胸臂起伏 肋肩肌的功能 一路就说到这边了